陈嘉宇的弟弟陈嘉宏,也是选择了成为乒乓球运动员。 但是,陈嘉宇和他们不一样,他选择了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 目前,陈嘉宇正效力于一家足甲俱乐部,为了日后能有机会代表国足踢世界杯,他将国籍改为了中国籍,成为中国第一个规划足球运动员。 而弟弟陈嘉宏还是维持葡萄牙籍,曾代表葡萄牙平衡球队,拿到过欧锦赛冠军,获得爵士勋章,跟2016年夺得欧洲杯冠军的葡萄牙足球国家队一个败遇。 对此,哥哥陈嘉宇并不羡慕,虽然他也曾拿过葡萄牙的首级平衡球冠军,但是他认为自己更喜欢足球。 陈嘉宇的父亲,是原中国平衡球国家队的队员,曾担任蔡振华的陪练,后来到了葡萄牙,就选择留在那里落地生根。 陈嘉宇从小就在乒乓球场边,看着父亲训练和比赛,但是他发现自己更喜欢足球,于是经常偷着跑出去,和其他小伙伴一起踢球,并跟着当地的一些足球俱乐部,接受最基本的培训。 13岁那年,征得父亲的同意,陈嘉宇开始接受正式的足球培训。 后来他加入了葡萄牙低级联赛俱乐部低级联赛俱乐部科斯塔达卡里卡渔夫,正式出道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 2016年,在加入洛里什俱乐部的第二年,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那就是放弃葡萄牙国籍,加入中国国籍。 他之所以会做出这个决定,来自俱乐部老板的建议。 因为在老板看来,这样做,能使陈嘉宇将来能有机会进国族。 对此,他的母亲曾强烈反对,认为一家人来了葡萄牙二十多年,好不容易才拿到葡萄牙国籍,陈嘉宇要赶回中国国籍的决定,简直是不可理喻。 不过,后来在全家人和俱乐部老板的多次苦劝下,母亲终于同意了他的这一决定。 陈嘉宇在2016年拿到了中国护照,成为中国足球规划第一人,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代表国足参加世界杯。 为了能入选国足,辞职后卫的陈嘉宇,现在正在努力踢好葡萄牙的比赛,他希望自己能慢慢踢进水平更高的葡超。 如果不能在葡超占有一席之地,陈嘉宇希望自己可以到中超踢球。 他曾被问到自己的水平是否能踢中超,对此陈嘉宇自信地表示,自己的水平参加中超是没有问题的。 目前国足极度缺乏优秀的后卫,从亚洲背对阵一浪就可以看出来。 希望陈嘉宇真的能够踢出来,未来能在国足一副当官,万夫莫开,带领队伍冲进世界杯决赛圈。 对于规划球员,你的看法是怎样的呢?欢迎赛。